侯市長,你主張九二共識 柯主席接受兩岸一家親 都是一個中國原則 我第一個問題要請教兩位 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有沒有互相隸屬 第二個問題我要請教 要消滅中華民國的是民進黨 還是共產黨 如果是民進黨的話 為什麼民進黨已經兩次執政了 中華民國依舊在 如果是共產黨的話 為什麼你們要去接受 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 或者是兩岸一家親 第三個問題要請教 你們都主張內閣是聯合政府 當然南白河大家已經看到了各種丑像 那內閣是國家是虛位元首 我要請問你們 你們是不是主張要取消總統直選 或者是要把總統虛位化 這樣對台灣面對中國的威脅是好的嗎 請侯友宜先生回答 時間兩分鐘 請回答 剛剛又談到九二共識 真的 那位先生 真的你真的聽不懂呢 我剛剛講的九二共識 不是你講的那個方式 是你們污名化 把九二共識變成 一國兩制 這是你們一而再三的洗腦嘛 我們主張的九二共識是在中華民國憲法 所有的共識都在這個憲法底下嘛 不是你說的啦 尤其 你的主張 會防害到台灣的安全 你現在講的 就是我剛剛剛才講的一樣 你也是支持台獨 所以你認為有辦法含 對我講 你不可能嘛 大陸是反台獨嘛 你是支持台獨嘛 尤其 在現階段 大家已經面臨兩岸緊繃的狀況 你要堅持你的台獨 那你怎麼讓兩岸走下去呢 這個堅持 還不按照中華民國憲法來做 啊怎麼有辦法做呢 今天 講到內閣制 其實 我當總統 一定會召開 發展派的會議 然後面對 國家的定位 兩岸如何走 取得所有人的共識 大家有過的主張 但是共識夠重要 內閣制 是一個修憲改變的機會 這個內閣制要修憲 也是要大家有共識啊 不是我講就是什麼 這個總統的職權 像你 沒有提到說 你要到立法院 國情之文報告 都沒有啊 起碼我跟 好主席我們兩個都有啊 接受民意的監督 好好跟我們報告嘛 不是老是 像蔡總統 搞幾百天 沒有出來開記者會 這都說不成功了 所以我的內閣制 是大家有共識 修憲往前走的一條路 這才是我們聯合政府的資權 我們先做準備 未來朝內閣制 接著請柯文哲先生回答 時間兩分鐘 請回答 這個喔 兩岸一家心 我在2015年就提過 這只是對大陸方面 表達一個善意 是這樣 所以我們在這個善意上 大家可以繼續交流 那剛才 賴清德一直要把這個 去跟什麼一個中國 什麼一直要扯上關係 這就是典型的川潮付費 抹紅的手段 他剛才在講說 消滅中華民國的 到底是中共 還是民進黨 我跟你講 不知道你的幕僚有沒有跟你講 你剛才有誓言 你說把中華民國當作是 兩岸的富國神山 這到底是要促進和平 還是要給台灣帶來災難 我跟你講 你們今天晚上的名嘴 要忙著替你消毒這一句話 你現在是說 中華民國是要給台灣帶來災難 那你不要選中華民國總統就好了 你要選台灣國總統嗎 所以這樣 這個過度的抹紅是不需要 你會踢到鐵板 總統制要改成總理制 這涉及修憲 當然不是一天可以完成 所以常常說 用憲政的這種常規 一步一步 中華民國目前修憲太困難 所以要從憲政常規 所以第一步應該是什麼 行政院長的任命 應該得到國會多數的同意 這第一條 第二 總統到立法院去 接受國刑報告 也接受立院黨團的質詢 第三 部會首長的任命 先經過立法院委員會的聽證 我還沒有說是同意 最起碼低部聽證 我也認為目前的政治制度 讓小黨很難出頭 所以不分區的名額 應該從5%降到3% 讓這個政治可以多元一點 當然要比較複雜 什麼病例式變聯例式 一般老百姓聽不懂 不過總之是這樣 我們還是要讓我們的制度 讓小黨不要有機會出頭 否則這個就是會陷入兩極的鬥爭 那最近也是第一次 在台灣歷史上 有機會三黨不夠半 或許真的可以給台灣 帶來一個新的氣象 有一個名其fe 不要空 剛好 老百姓 嬛 恆